公投過後 民進黨急著修地方制度法 要將竹竹合併為第七都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要建立半導體科技都市 但卻不併入也有IC產業 也有竹南銅鑼科學園區的苗栗 這樣自相矛盾的說法 居然是由蔡英文一錘定音 直接為竹竹合併背書 日立民進黨全體委員 都要連署一個都不能少 這樣會不會太抽過了 連陳水扁前總統都認為 這種因人設施的修法 其餘其不可 忍不住痛批 中國大陸的直轄市不過四個 台灣六都已經太多了 在升格就要比大陸都還要大嗎 國家的總預算固定 縣市升格後 只會讓資源更集中在各直轄市 其他沒有升格的縣市 除了二等公民三等公民 城鄉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嚴重 過去的縣市合併升格都是在凝聚共識之後 由下而上的方式進行 為何蔡英文跟民進黨這麼急 美其民是為了要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但早已被外界刺破 不過是為了任期屆滿 無法連任的某位特定人士 參選鋪路罷了 縣市合併跟升格何等重要 並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要人要錢 擴張的行政組織提升了官等職位 以及相關的預算要從何而來 假如這些預算都沒有問題 請問為什麼前幾年 這些為國家奉獻一生的軍公教警銷 都要因為財政困難而被砍退休金呢 如果民進黨繼續胡作非為 用民主來包裝獨裁 為了選舉來破壞民主法治 只怕未來台灣的人口越來越少 直轄市卻越來越多 搞不好真如陳隨便所預言的 乾脆國土重化 大家都來當都長 大家都有份就好了吧 為了選舉 又不惜傷筋動骨 量身打造 修地方制度法 未來我們是不是也可能用 抗中保台的理由 修憲把總統的任期延下去 這不也是順理成章嗎 呂秀蓮前副總統說 所有的獨裁者都是人民寵出來的 台灣的人民要覺醒 你真的要做事 民進黨墮落成為 專制獨裁的新霸權嗎 inct議員 新霸權 あ、新喜 每個五個個月 哪個月 哪個月 人